Hi business boo 我回來了 今天去燙頭髮 燙了五個小時 真的很累 因為今天去燙頭髮 所以就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你去理髮廳的時候 你會有哪一些 你可能會比較實用的一些句子 還有那個應該說單字要怎麼唸 好 那當然就是第一個是設計師 設計師的話是stylist stylist 你可以加hair hair stylist 髮型設計師 那再來的話就是還有 我就是有燙 所以是haircut 然後再來的話我有燙頭髮 燙頭髮就是perm perm 那因為我是燙大波浪卷 大波浪卷就是叫body wave perm body wave perm 然後還有blow drying 垂頭髮 然後最後他們也有幫我做護髮 叫做hair treatment OK 那我簡單造句 其實這是真實事件嘛 好 好 It makes my hair look healthier OK? 那,好,那個我打的會比較正確 那個我剛剛講的我比較會就是 B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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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語的說法 好,那你覺得還可以嗎? 是不是比較浪漫? Looks more romantic and more elegant, right? 然後還有就是 Bangs,我的Bangs 瀏海不見了 那其實是有啦 所以我現在要先把它弄起來 好啦,廢話不多說 我真的那麼多廢話 好啦,那就是 關於課程的更新 不要說課程啦 跟大家分享討論主題的一些更新 我會再去 sort out 一下 然後根據 根據就是那個 大家的需求 然後我再來做一些規劃 那隨時Post上來跟我講 不管是留言或是 是留訊息給我都可以 OK? 好, b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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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